他说没有 他说他钱包掉在工地 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你一样把食物给他 对 他说明天过来付 桃园热炒店中 一名身穿黑色外套上衣 戴着眼镜的诚信男子 买了一个汤 一份葱爆羊肉 在柜台前准备取餐 笔手画脚跟老板说 说是钱包掉在工地 隔天我再来付钱 老板很信任 一样还是让他把餐点带回家 这是第二次 他就是讲说 他第一次来买的时候钱不够 然后说 我的肉炒得太老 怎么讲一大堆这样子 男子前面拉里拉扎讲一堆 还跟老板开杠 原来这名男子 已经不是第一次欠账 老板说之前他点了 姜丝炒羊肉还加肉 身上钱不够只付80元 结果6月3号又来光顾 点了230元的餐 换个理由说是钱包掉了 隔天再来付 隔天6月3号又来了 点了230个餐 结果说钱包掉了 明天就是留电话给我 说明天再过来付钱 在隔天的时候 我打给他开始电话就不接了 然而到了第三天 男子却没了消息 打电话也没接 店家只好将影片po上脸书 男子两度白吃白喝 店家也是受不了 真的很困扰 记住这个人的样子 下次不会让他这样子行为 小本生意钱难赚 店家辛苦赚钱 两次餐点都给澄清男子带回家 侯义放宽付钱的期限 却没料到男子不讲诚信 白吃白喝 po文就是希望其他店家 不要再被骗了 记者刘志展江婉轮桃源报导